要有力充滿懷舊氣息的台南 安平區可以說是必去 這裡有很多舊時日治時期的建築 還會帶你去余光島看日落 也要跟我用雙眼上課歷史課吧 來到安平樹屋 首先會看到豬九營故居 豬九營先生退休之後 就隱居在德記陽康旁邊 去到2008年 故居活化為紀念館 展出他的書法作品 這裡還有一個color可以寫毛筆紙 來這裡的重提器 當然是安平樹屋 安平樹屋本身是英國雙人 是德記陽康的倉庫 一知時期就變成日炎出張索 但台灣成功汪鳳之後 就開始慢慢荒廢 變成一間榕樹包住屋 這裡不定期會舉辦藝術展覽 在這種樹中有屋 屋中有樹的氣氛之下欣賞作品 格外有feel 安平古堡原本是荷蘭人建成的熱蘭遮食 是台灣第一座城堡 這幅明清時代遺留下來的城牆 上面還清楚看到戰爭的痕跡 正成功雕像 火炮炮台 感覺就好像時光倒流回以前 走上瞭望台 你可以欣賞360度台南市的景色 玻璃上面還有景點說明 直遊出張索是鹽鹽興盛時期一個重要的據點 舊時是製鹽工場和倉庫 裡面可以找到366種生日採驗 所以很多遊客都無名而來 走到累 你還可以坐下吃碗手作鹽露豆花 或者鹽花雪糕 好鹹 你不用鹹頭 不是 但是很鹹 吃完雪糕就來到台南的新地標 大雨的祝福 它是由知名藝術家楊士藝先生創作 鯨魚肚是由彩色玻璃拼接而成的台灣島形狀 而嘴就朝向安平出海口 適合時間的你還可以看日落 最後我們就來到魚光島 這裡是台南人看日落的私房景點 司機哥哥還跟我說 因為這裡的浪很小 所以很多人都會喜歡來游一下水 滑下浪 每年的5月這裡還有一個魚光島藝術制 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如果想看日落的 記住出一下時間才來 要感受這麼有歷史的安平區 下次來台南不妨你一個半天遊